大阪小朋友最近来学两番店 他们去出门老师的问题 好的朋友是去买酒 刚刚来采工的面证跟说 两番店怎么会突然出现老师 带小朋友的家庭卫免 原来是北京订阅人群的 让我教学 还有豆腐面 有什么豆腐面 里面有什么 小豆的 那一天我们是用这种的面面 这是包一包一包装的面 结合社区的资源 然后带孩子来这边参观这样子 孩子都很开心 带他们来实地的 透过食物的认识 然后就是学习更多的生活经验 除了带小朋友学买 就了解尽家用钱关联 两番店里面的食品座店 也是这次让我教会重点 我们今天是配合大班的主题 就是小面团大便生的主题 然后带小朋友来参观台坛的烘培部 那小朋友亲自体验到说 面包师傅他们从制作 揉面团的过程 然后到面包制作好的过程 然后让小朋友来亲自买面包 然后品尝面包 让小朋友从生活中学习 体验更多的生活经验 因为两番店换买相品 为吃到用的英文情乌 刚好让幼稜的小朋友 有机会实在各种食物含用品 这叫什么 叫什么 大家都知道 你叫什么 高丽炭 好 好 展示各式各样的农产品 那孩子也来认识其他的 贩卖的一些食品 这样子 今天有两班的孩子 昨天也有两班的孩子 加起来大概有110位小孩子 很欢迎这一个各个机关学校 以及幼儿园来我们这边做户外教学 那这两天就由我们北港的这个正立幼儿园 来我们这边做这个护卫的教学 借到处别的让外交和小朋友 跳脱口本上的商品 都会介绍 真正看得到 没得到来家庭的印象 大大提心小朋友的核心好论 记得再参参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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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